而防疫、微解封许多人都趁着假日出游 在花年的热门景点也出现了零星的旅游人潮 但是在旅宿夜的订房率 却依然看不出有回温的迹象 业者表示虽然有接到不少询问的电话 但大多数的民众还是保持了观望并没有下定 17、18号1点2天是防疫微解封后首次遇到的周末 有许多民众都趁着在假日出门走走 各个热门景点也都可以看见零星出游人潮 但选择在花莲过夜的民众似乎不多 不管是在民宿还是饭店 入住率依然看不出有回温迹象 其实花莲是旅游的首选 那尤其是七八月很多人闷久了必须要出来 所以花莲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但基本上因为防疫还没有开放 或者防疫还没有整个状况还没有清楚的时候 其实目前进来的人真的还没有那么多 我们希望说整个解封之后 那个量会怎么会泡出来 那么其实在中央在宣布尾解封政策的时候呢 就有部分的电话跟脸书的私讯来询问 那不过呢就我们观察到来 其实住房率跟尾解封之前其实是差不多的 都是维持一到两成左右 那么其实刚刚也提到了蛮多客人都有私讯跟电话询问 但是因为他们知道说我们这边还是配合中央跟地方县市政府 禁止内用的一个措施 那设施也都还没有开放的情况下 蛮多客人也是心里有疑虑 也想说好那就是等到真正解封了再出来透透气 虽然防疫未解封 但目前仍然维持三级警戒 国内每日也有少数的确诊案例 恐怕在疫情尚未完全解封之前 要民众过夜旅游遗愿都不会太高 业者只盼疫情快点降温 才能早日恢复以往生活